可能上礼拜我们主要是讲到有关日期格式的相关的部分 然后还有讲到有关如何计算日期 日期部分的话当然天比较好计算 因为它是数字 时间的话是小数点 另外的话如果说月跟年 你可以用DATIF函数来做计算 当然目前来看 DATIF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其他的话如果要能够计算日期恐怕都不是好方法 OK所以DATIF我想非常的重要 但它可能有个问题就是它必须要自己打 它如果插入函数的时候 可能没办法找到这个DATIF 其他的话还有像相关的像E-Day函数 它也可以计算月份 它只是说以哪一个日期为基准 它前几个月或后几个月 这个当然可以做出来 我们有做一个年历 最后的话可以用 再把一整年年历把它做出来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部分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再把细节部分 假设不是很清楚的话 可以再把年历部分再把它复习一下 今天的话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 有关数学函数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开启 再来开启数学函数部分 数学的话这里面首先切到SUM 不过当然SUM函数大家应该都会加总 所以我们可能会用到其他像SAMPRODA 或者SAMIF等等的 可能就是比较少用 当然很重要 如果你不会的话 可能当然也许你也可以用公式做出结果 不过当然会用更好 简单的方法是最好了 OK 所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请各位自行在这个上方 增加一个百分比部分 比如说三次月考 第一次30 最后一次40 OK 这样刚好100 百分之100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除了成绩之外呢 可以有个比重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呢 我们一般习惯是什么 如果你不会用那个SAMPRODA函数的话 你可能就怎么 这个比重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值 加上呢 它的比重乘上这个值 再加 OK 你会发现很麻烦 如果成绩多的话 那你可能要换多 按打勾 这样OK 可是向下填满的话呢 这个比重因为 第十一列 它每一个每一个要乘它 所以这个位置不能变 所以记得十一前面 加一个钱的话 把它锁起来 这个满 应该我想慢慢 大家都有概念 那下来的话呢 你把它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答案就出来了 不过呢 用这种方式计算 这个前面的成绩加比重的话 其实相对的麻烦 因为你要 假设成绩多的话 你要一个一个做 那当然你可以想到 另外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 如果你不用公式的话 你可以用数学里面 有一个叫SAM SAM开头的 特别叫SAM开头的 里面的话呢 当然好几个 SAM SAM IF 这个后面会讲到 这个非常重要 OK 也就是加种 后面有个条件 什么情况才加种 OK 那SAM IF S的话 S指的 它这蛮特别 S指的是多个条件 如果你的条件一个的话 就SAM IF 如果你的条件有多个的话呢 那你就SAM IF S OK 另外的话呢 还有SAM PODA 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一下SAM PODA 那当然它有个叙述了 传回多个阵列或范围 那我们就是范围 一个范围 两个范围 两个范围怎么样 相应 相应 什么 各相应元素 层积 相乘 的总和 相加 有没有 那不就跟刚刚是 公司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用SAM PODA的话 按确定 第一个 把这个范围给它 第二个Array Array的话就阵列 然后范围 OK 所以你看到Array的话 它一定要是一个范围 或是一个阵列 所以后面一定是给它多个 你不能给一格 Array 2 就这一个 然后它会怎么样 帮我把这两个箱乘之后 相加 跟这个加 跟这个加 那一样会向下 向下填满 所以我们在11前面 加两个前 大家一般习惯按F4 也是可以 然后按两下 其实锁11就可以了 按确定 把它向下填满 OK 那当然如果你要取得整数的话 也把它小几点去掉 OK 那这个是方法一 这个是方法二 当然了 待会可以用VBA 方法三 那VBA的话 当然我们讲过了 两种 两个 一个是SAP 也就是后面 这边可以加按钮 按下它 全部完成 OK 方法当然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了 你不就把三铺大公司丢到这边来不就OK了 好 这只是复习而已 我是写 丢公司最简单的 你以后VBA 你即便不会写 你就把丢公司 它一样会跑 对不对 至少它可以 把很多东西先自动化 那之后如果说你要让它 不一定丢公司 假如说我不要丢公司 后面可以清楚 另外再写一个 我如果不是丢公司 我是什么 真正在VBA计算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进来 OK 就不是前面讲过了 可以想想看 另外的话可以插入 这个地方 可以制定函数 也许叫什么 叫 什么月考函数之类的吧 然后呢 它会跳出来 给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或者是干脆给我一个范围 那我就把结果 直接丢到这边来 有没有 这个都VBA嘛 所以VBA的两种方法 按钮跟制定函数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些方法不外乎 就是提高效率 当然你如果不会做 你就是用土法链钢 也做得出来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人 会用土法链钢的方式来做事 因为永远做不完 所以你应该提升 是说你的方法越多越好 那其实你想得到都做得出来 像有同学会有发明 有什么outlook里面 可不可以做 都可以 但问题是难度一定是向上提升 outlook里面也有VBA 不过它叫outlookVBA wall的里面也有VBA 不过它叫wall的VBA 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可不可以呼叫 可以呼叫 可是难度相对的比较高 因为跨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 是一定没有问题 只是说要把那个方法想出来 其实也不困难 只是说相对语法上面 又跟目前所学的稍有不一样 我记得后面有一些 有范例里面也有提到 呼叫outlook 也可以从e-sale里面去呼叫outlook 不过前提可能你电脑里面要装outlook 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outlook 它就会呼叫失败 也就是在office里面的家族成员 都可以互相呼叫来呼叫去 是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说怎么样写 我想这个难度一定会比较高一些些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数学函数 第一个先用公式 第二个再用三部的 第三个想想看用我们之前写的VBA 把VBA稍微复习一下 OK那以后工作里面 我建议凡是你会用函数解决问题之后 至少你要会把那个按钮给变出来 至少VBA也能够做出来 再来的话有时间再把那个进一步的 那个VBA也许不要丢公式 你也可以写得出来 那当然以后你的VBA的程度 相对的也会越来越提升 OK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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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